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请到的老师是情感作家苏勤苏老师 欢迎苏老师的到来 华仪嘉训的副总裁曲伟曲老师 欢迎曲老师 爱情导师 涂磊涂老师 接下来我们就看这三位老师是如何帮助今天的情侣走出情感困惑的 我这次来就是想跟她道个歉 我觉得我们之间可能有一些误会 之前就是因为怕不承认我们之间的感情 这让我很伤心 我希望能解开这个误会 一个男生怎么面对一段情感的时候如此的委屈呢 让我们掌声请出这一对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吕28岁来自辽宁是一名司机 女嘉宾小李23岁来自黑龙江是一名职员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你比她大五岁是吧 是 怎么那么委屈呢 姑娘怎么认识她的呀 当初我刚来大连 刚去大连也不认识什么人 就打到她的车了 我的职业是一名弟个儿 近年六月份她来大连的时候 正好打到我一车了 上车之后我就看了小亚历长得挺叫小可爱 完了就跟她没有事闲闹 闹一闹去 我就感觉花闹得挺投机 早上她邀了个电号码 你就给了 当时人生地不熟的 我感觉她人还不错 然后我俩就互留了一下电话 然后以后她就经常给我打电话 她有什么事 她也跟我讲 唠来唠去我就感觉 咱俩已经不是仅限于 就是普通朋友那种关系了 后来她也打电话 让我帮她住房子 我是让她给我租房子了 她是大连本地人 大连物价也挺高的 然后她找的那个地方 地脚也挺好的 挺便宜的 我就感觉她这个人 特别热心 但是我就只觉得 我们俩只是个朋友 没感觉其他的 不不不 我点糊涂了 她是你的什么人 她 就站在你的角度 你告诉她是你的什么人 我女朋友 她是你的女朋友 对面这位滴哥 是你的什么人 我就觉得她是我一个 挺好的朋友 说好哥哥也不算错 你要这么说 我就不愿意听了 没有房子 我帮她住房子了 住完房子她没有工作 我领取赚 做完了 看了几个活 头完结了 我再陪她去面试 我不是要干出租车的 我没有事 拿她在大连 抓了半个月 那我在大连就认识你 我不找你找谁 那后来呢 晚上她瞎边回家跳杂了 大半夜给我打点花 叫我去给她推店长 完了她洗衣服 水龙头坏了 露水了 那我就帮她秀 下一刀堵了 我再去给她捅 就是你是司机和物业的活你都干了 那我不也给你做好吃的了吗 但是我认为哪有普通朋友三天两天给我做好吃让我去吃 你跟她表白过吗 说你是我的女朋友 我就 就我心里有这么大的水属 我做这些 我感觉 不是 你跟她表白过吗 我没直接告诉她 你拉过她的手吗 拉过 抱抱吗 没敢 基本上俩天天打电话 有时候一天都打两场歌 不是 然后你还对她做了什么 你告诉我 你觉得你是她男朋友 她工作也稳定了 没有事下班 礼拜六礼拜天休息 刚哥 你记着办法 他总是去接我下班 开着出租车 你不是也没拒绝吗 我告诉她别来接我 她也做了 同事都问她是不是我的男朋友 我都说不是不是 但是她还是来接我 不让她来接 她还来 然后她就总是误解我的意思 还以为是我嫌她出租车没有档次 她换了台麦腾来接我 我还找别人接 还嫁了一百块佣 她让同事老说 怎么天天是这个出租车来接你 我们打他这台不走 完了她就不做了 回过头说 你再帮她来接我 成天开出租车 我先给你吊档次了呗 我嫌我爸 多两个朋友接我麦腾 这就是她总是误解我的意思 你还对她做了什么呀 她就是礼拜六礼拜天休息 光街她也叫我 光街你给她买东西吗 买过 那你这不对了 姑娘 你普通朋友 人家陪你逛街 你让她买东西干嘛 买过我没有收 后来就是 后来就是 后来就是公司就莫名的出现很多我的秘名快递 一开始我也没想 没想的是她送的 快递里是什么呀 快递里就是一些什么零食啊 毛绒玩具的 你说我都这么大了 我还玩毛绒玩具吗 你不喜欢毛绒玩具 我还以为是前男友送的呢 那上面没有名字什么的 没有 秘名的 我后来查了一下单号 都是同城定的 我就觉得可能是她 然后我就问她了 她还承认了 承认到还挺快 本来是我嘛 我当面给你你补用 我不想点几次 我怎么能送给你 哥们你送她东西是为什么呀 我想到珍惜的 证哥的 不 可是人家 不 你 你有前男友对吧 对 就说你谈过恋爱对吧 对 你明白一个男人这样对你是为什么 对吧 你为什么不跟他说清楚呢 说哥咱俩我确实不喜欢你 别再送了 你说过这话吗 我说过 我只把你当做朋友 当做哥哥 但是你做这些事 普通朋友他根本就 他做不了 不是 他还做了什么事 普通朋友做不了呢 你普通朋友 而且他还总是管着我 我觉得我还没跟他 我跟他没成为男女朋友呢 他就开始管着我 我不接他电话 他就打电话跟我吼了一下 后来 你那时不接我电话吗 我一中午 我给你打十起不刻电话 你都不接 完了电话都打没有电了 给我瞎 我心里怎么了 我那不是睡觉呢嘛 睡觉不关静音啊 而且我看 看到电话没电了 也看了他未接电话了 我给他回了 回来太招活了 那人家肯定是 你找我什么事 行 我错了 那我没事 我没听到电话 我非得要接嘛 我错了 我对不起 我请他去吃点份 完了 走过那个吃饭地儿 还没能吃 遇到同学 同学 接着拿对钱吗 闻呢 当时他就直接跟人家说 我是他女朋友了 我特别想听你的反应是什么 他也没否认呢 我没否认不是跟你面子吗 你在你朋友面前都没有面子呀 我要是拒绝你了 不是 后来他同学走了之后 你跟他说没说 我跟他说了 说了吗 人家 没听见 是说了没听见 还是没说呀 没说 行吧 等于你就认为 从那以后 他就变成你的女朋友了 更可恶的是 再出不出 联系半天了 另一天他就觉得 觉得我是他女朋友了 就让我要领我去见家长 这多可笑啊 我不去 然后他摔门就走了 第二天房东告诉我 让我搬家 不让我住了 为啥 你说他这个男的 是不是太小气了 不 我这么大随俗了 我没有别 我已经跟他俩出班店了 你管他 我就是没写 直接向他表辈 感觉他俩现在已经 私底下关系了 我就说 你这里边不行 跟我回趟家 我真是不想听他说什么了 他总是曲解我的意思 好好好 我问问小伙子 小吕是吧 对 房东为什么那么听你的话 就轰人家走啊 那房东是我朋友的朋友 要不上去住好地角 房还便宜 哦 呃 呃 担着你的面子来的哈 对 完了那天 我说大哥 我说您给那谁 小薛打电话 我说你刚好 房不住给他 让他走 其实我并不是真心让他走 我现在吓唬吓唬他 他是不是再给我打电话了 再联系 联系 明白明白明白 你觉得当时我多委屈吗 哦 你现在还住那儿呢吗 现在 嗯 后来我跟那个房东 跟房东又说了一下 我说给他加一点房费吧 哦 你朋友赚了钱了 哦 来我坚持问啊 你一直没向他表白是为什么呀 我就俺俩啊 之前出这么长时间 刚开始 一是十六天了通电话 后来我帮他住房 从住房就一直没当过联系 联系到现在 从六月份到十二月份 嗯 那么这些东西在长一眼里 我朋友也见了 朋友 朋友是你带着他去见的 还是你们吃饭的偶遇朋友 就偶遇 偶遇那不算 我成天我也比较忙 嗯 就是有时候他找我 所谓陪他遛到什么 我都去了 嗯 我感觉俺俩现在 虽利成长 他也其实也没说 直接拒绝我个 我不是你对象 你得不要这么想 他也没这么说 我也 我就觉得他对我好 我就应该回报他一点 我不能就无故地 就接受他的好吧 不是 你所谓的回报是什么 就是请他吃饭是吗 我就给他 平时给他做一些好吃的 我也吃什么 他就这样做什么 我也没什么可以回报他的呀 哦 那你到底是不是他对象啊 我不是 给姑娘都急哭了 哎 这小伙子 对你不是不错吗 我现在还不想出这项了 是不想出还是没看上呢 说实话 没事 是不想出了 这人怎么样出下来 他对我确实挺好的 但是我就感觉 他是哥哥一样的照顾我 你跟我说句实话 你对他有没有 那个男女那种感觉 没有 没有 我问你就是今天如果你领不走他的话 你还把他当成一个朋友吗 还是当成敌人 我也很旧意 我就感觉我投入的不少了 我没说我没说感觉是得不着回报 就是说最终 我想他就是在东正阁的时候 我遇到这种结果了 我就确实我觉得我挺伤心挺威胁的 但是你不觉得追一个女孩 追半年没追上也很正常吗 但是我逮她我真心喜欢她 我从来都没想过 我就想跟她俩好好出 我从来没想过跟她 说再做些什么过格的事 你知不知道 我就去行动去打动她 但是这丫头一直把我当成哥 那你也不能怪这丫头啊 这事 所以你今天来是想 让她变成你的女朋友 对 你今天来是想跟她说清楚 指认她做哥 对 行吧 老师们 那你们看怎么办吧 咱们一起进入《丘比特奔卷》 哥哥也妹妹也叫得挺热闹的 但实际上现在不是说 哥哥妹妹是恋人未满的状态 就基本上形容那种正在暧昧 还没爱情的人一般都爱叫 你是我哥哥 我是你妹妹 这样还可以享受她对我的好 对我的照顾 但是我还不用为她尽这种恋人的 一些职责和责任 在这个问题上 我认为这个姑娘 会让这个男生觉得这个女孩 对我是有意思的 她会觉得说 你看她半夜找我 帮她修那个电闸 很多姑娘 是不是喜欢一个男生的时候 会找一些这样的借口呢 可是我真的不是故意要找她的 确实就坏了 我知道 我是觉得这个姑娘是有意无意的在利用了一些这个男生对她的好感 你不是不知道她对你有那种意义 但是现在这个我们生活当中有一部分的这个姑娘她经常说一种话 存钱不如存朋友 存朋友不如存男人 然后这个男生要是对我特别有好感 我不用答应她做女朋友 我跟她做哥哥妹妹就可以 她可以帮我 关键时刻她能够站出来 能够保护我 甚至比男朋友还靠谱 我认为这种心理是特别特别不好的 你知道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永远没有白吃的午餐 就是她在频频的要求和麻烦一个男生的时候 其实这个男生当中的她的很多的直线的思维就引导她 觉得这个女生对她是有意思的 一个只认识几个月的男生你让他为你做了那么多的事情 也许很大的程度上是他自愿的 但是你已经成年了你都23岁了 难道你不会用自己的理性的思维考虑一下 她在做这些事情一样一样的去做的这个过程当中 你不知道她的想法是什么吗 就是还是有一点想要贪点小便宜的那种心态 有的时候贪小便宜会吃大亏的 你没有给她很明确的拒绝说我不喜欢你 我不想跟你做男女朋友 咱们只是普通朋友 但是她每次在说到想跟你出对象的时候 你只是说咱们做哥哥妹妹多好 你知道哥哥妹妹有可能对男生来讲是一种暗示 鼓励她继续去追你 所以我认为这个女孩子 其实你的很多的做法是给她很大的鼓励的 今天我建议你啊 如果你真的不想跟她成为恋人的话 明确的拒绝 哪怕从今之后你失去这个朋友 我觉得没有关系 你失去她不要再见她 可能对她来讲反而是一种解脱 你要是永远跟她 以这种什么兄妹相称的话 我估计这小男孩 她永远也解脱不了 多可怕的一件事 我基本上觉得这属于 揣着明白装糊涂的占人便宜 啊 女生 赵春说出了我想说的话 女孩你心里非常清楚 她为什么要帮你 她是图什么 你一清二楚 你不给人家一个明确的答复 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要利用人家嘛 因为你在大连无依无亢 你需要这么一个角色出现 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 她伸出援手 在你空虚的时候 她要陪你逛街 我觉得现在啊 你要做两个动作 第一 你要明确地告诉她 我不想和你谈恋爱 第二 其实你欠一个道歉 因为你这段时间以来 的确是在那里用的 都是成年人了 这点小伎俩谁看不清楚 唯一她还能这么持续做的 就是她真的喜欢你 而且幸好啊 你还得庆幸 幸好你遇到一个 心地还蛮善良 而且人品挺端着的 真正的这么一个人 否则吃亏的一定是你 姑娘 能不能明确地对这哥哥 带以号的哥哥说 你现在别逼她 也许还有第三条路 也许还有是吧 也许第三条路是 这么实在 这么好的一个男人 虽然做的有很多问题 我是不是可以考虑考虑呢 你也别太逼她 也是 是吧 你说觉得 她真是一个靠谱的人 对你说说她吧 作为一个选择项 但是 不要继续暧昧下去了好吗 要不就是男朋友 要不就是朋友 没有哥哥 她有问题 说说她 男孩你也够轴的 凭什么你喜欢人家 人家就要喜欢你呢 这么一个女孩又可爱 然后又在大连单独一人 过多或少啊 有点趁虚而入的企图 一旦人家不同意 你们是男女朋友关系 马上叫朋友说 你别租她房子了 动机不纯啊 我这个真不是想撵她 你是不是这么做了 你是不是这么做了 我倒是挺正气的 所以啊你们俩啊 全都是两个拧不得人 各怀心思 各有企图 但都没走正大 都没挑明了说 所以呢 我们退回去 从朋友开始处 然后呢 如果能处成男女朋友 那是缘分 如果不能 那只能说 我们就是朋友 好吧 如果在一开始 你们就说清楚了 自己的真实意图 没准现在真的爱上了 到底是女生 利用感情 还是男生别有用心 你们俩之间 内心都非常的委屈 对吧 女生可能心里在说 你不要成人之危 我也不会随机应变 男生可能在说 我虽然不聪明 你也别把我当傻子 但是你会发现 当关系模糊的时候 人自私的本性 总是会驱使事物 向立于自己的方向去发展 在一开始的时候 我相信 你只是说 想要有一个单纯的哥哥 和友谊 这个我信 但是后来你明明知道 他有这个意图 你为什么还要 一而再 再而三地给他机会 你明明知道 在第一次测试了之后 他有别有用心的想法 你为什么还要给他机会 所以说如果在之前 你的目标只是单纯 到后面 就有点 利用感情 那男生是不是别有用心呢 如果要说喜欢一个人 那你一定要尊重他的感受 你这种行为 是有点成人之危的 在我看 凭什么烧带手的 在了一个女生 帮他介绍了工作之后 他就要成为你的呢 要以身相许来回报是吗 你目标其实也不单纯 所以说还是那句话 男人无视献殷勤 非奸即盗 女人对好处来者不拒 不是爱就是欺 就这样吧 今天咱们就算把话说开了 你喜欢他吗 不喜欢 不就完了吗 好了 剩下的时间留给你们自己吧 一起进入黄金六分 这么长时间了 半年时间也不大 我为你做了这么多 可能你没卷什么 但是对我来讲 我感觉我 我已经尽全力了 你知道吗 我从来没这么去 追过一个女生 我不希望你这么冷 对我 可是我现在觉得 你对我的喜欢 已经成为我特别 特别无法接受的了 我就感觉你现在 你对我的喜欢 已经成了负担了 所以我今天才来跟你说的 那对你离开的陪伴 那是从来提起 这是从来提起 请亮灯 我替他问一句话行吗 这笛哥现在有点懵 以前咱既往不咎了 从今天开始 我能追你吗 能不能 我能追你吗 想不好 咱今天就换个命题 能追你就出来 不能追 一点机会都不给 你就走好吗 好 回去吧 没人说一定追女孩 就一定要追到的嘛 对不对 这是多么扭慢的一段感情啊 来 请关门 今天在一个现场 女生会给男生一个追求她的机会吗 来 请开门 困扰 我觉得把我女朋友应该是这个样子 但是实际上呢 我女朋友却是这个样子 结果中呢 我拐她可能拐得比较严一点 由于她呢 比较笨 做什么都做不好 但是呢 最近呢 可能由于我拐得比较严吧 她告诉她妈说 是我拐她太严 不能和我处了 你说处了一年多 快两年时间了 说 说错就能分吗 肯定不能 所以说坚决不分手 我也搞不清楚 现在人到底都怎么了啊 就口口声声就说我女朋友笨 笨她又不可能跟人分手 这到底是图什么呢 掌声请出这一队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海26岁来自甘肃 是一名销售 女嘉宾小灰22岁来自黑龙江 是一名幼师 来 有请有请 来 有请 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我看这资料上面 一个甘肃一个黑龙江 在哪认识的 我们俩是一个大学毕业的 然后当时学校有个那个群嘛 然后就群里经常发红包 然后我们就都抢 她就手气比较好 我就是手气比较烂的那种 啥也抢不着 然后我就会抱怨 她就会安慰我 然后还会私聊我 给我发红包 然后就联系得挺密切的 原来你是被她发红包发来的 女生为什么要分手啊 她就是刚开始我俩在一起那会儿 可好了 后来就越来越过分了 就是特别变态 那天在家里 我那个手机就是挺卡的 然后我就是自己清理了半天 怎么的 它都卡 后来她在我旁边 她把我手机拿走了 她说我给你清理吧 结果拿完了回来 好 把我软件全给我删了 你自己说说吧 你里边都是些什么软件 拍照的呀 那女生自拍一下修个图 不很正常吗 对 老师我跟你说 自拍软件修图软件 什么包括美颜相机 美图秀秀 淘宝 天猫 各种聊天软件 就是手机屏幕里边 一叶子一叶子装不下 就这么多 你说我这些软件多吧 它给我删了 我也没说啥 关键这个不是重点 重点是我往右边一翻 给我下了一叶子的软件 全是做饭的 这是什么 你的手机的截图是吗 其实这个我要解释一下 前边确实是我下的一些 但是都是我经过精挑细选 可以帮助到他的一些东西 然后后边那两行 基本就是为了图个美观嘛 凑个一叶 你是哪家网络公司 做美食UP的推销员啊 我不是 我是 这个特别像一个大广告是吧 关键是他这里边 因为这个都是可以用QQ登录的 我们俩QQ密码互相都知道 但是然后他就用我的QQ 直接登上去了 然后就会平时就会看一些菜 就是不光有中国的菜 连别的国家都有 然后他一看他自己觉得 啊 挺好吃的 然后他就给我打电话 说 喂 我今天看了个菜可好吃了 你晚上回去做吧 你说我中餐都还没怎么学呢 再说了 你会吗 你就要求我学这些 中餐我这不是会差不多吗都 然后西餐我就想着 西餐你学着点 然后就是完了你再教我 咱俩可以互相教嘛 那你明知道 我对做饭这些东西 就是不怎么感冒 然后非得就让我去学这些 你说每天下班回来都挺累的 做点家常菜吃不是挺好的吗 就一个星期七天 恨不得五天都这样 我都感觉我天天这弦都是绷着的 不就做饭这点事吗 还有别的大事件吗 我不觉得变态啊 他要求我呀 他会跟我说呀 说你可以不听吗 最主要的不是说是 我下了些软件这些东西 我下了这么多 我用心良苦 他要是能做出一两个 我也就满意了 事实上他一个都不会做 到最后 谁说我不会做了 会做什么你说一下 炒鸡蛋啊 那行了一个 你不说炒鸡蛋 这事我都忘了 你一说炒鸡蛋我是一肚子气 有一次吧他跟我说 他有两个女性朋友 就是关系特别好 平时对她特别照顾我 他说请在家里边吃个饭 我说也行 然后他给我嘚瑟 这次这个饭 你交给我来做吧 你说我学了这么久 结果就是老顺文一说啊 他让我出去陪朋友聊天 我出去了 没聊一会儿 啪 明显听到碗货碟子碎了 然后我赶紧进去 我就进去看了 这家伙拿了两个破碗 搁那啥喝的 出我直笑 我一看没事 我说你这碗子摔了摔了 那我就来做吧 还不让我做 那你说我在里边做个饭 你在外边老在那儿嘱咐我 一会儿喊我一句 让我放言 一会儿喊我一句说 你那土豆炖牛肉 你多炖一会儿 我是有原因的 你平时让你做菜 你十次里边有八九次 就不放盐 或者不放调料什么的 那你再回锅重做一下 不就得了吗 怎么那么多事啊 那咋比小女孩饭呢 到最后吧 连锅都给我扣地下了 为什么 我当时在那儿 就是因为我做了好多 准备了好多好吃的 然后这边油热了 我在这儿切别的菜 然后就那个火一下就起来了 然后我就特别害怕 我就一下拽那个锅 然后就掉到地上了 这次倒是喊了 喊得还挺大声 锅往地上一掉 再加上他一喊 你说邻居要是误会的话 还以为我们俩干仗呢 他进来什么都没问我 然后就看那个锅 然后说你怎么笨手笨脚的 当时我朋友吓得 也到门口来了 就感觉那气氛特别尴尬 我当时都感觉又哭了 然后就在那儿凶我 然后我当时 哎呀 反正就可生气了 老师吧 他有个习惯 就是平时一点小伤 只要受伤了 就大喊大叫的 但是这次 那油都粥下来了 烫一下那也得多疼啊 你总得先问我一句吧 你没喊没叫 那可就没事啊 行吧 有个菜嘛 炒成这 对 也是为了它好吗 最后你说我们吃了什么 做了那么多 吃了什么呀 从德克市叫的外卖 除了吃饭那点 还有其他的事吗 反正他就是 对我要求特别严 然后就是让我做这个 做那个家务 什么都让我做 那我从小 我妈就是娇生惯养的 我确实也没干过那些事 家务有什么家务啊姑娘 很简单那些家务 扫地擦地 叠个衣服洗个衣服 什么的 没有别的 对 这不用学呀 主要是他要求很多 而且他要求很高 他怕我记不住 他说我脑子笨 非让我拿个本记下来 记什么呢 就记做家务 然后怎么做呀 你本今天带来了吗 我本 这谁写的呀 我写的 是他自己写的 你自己把这写好啊 我写好 然后我会就是做这些 然后他会给我评价 你看旁边那个表情 他觉得我做得好的 他就给我贴一个那个黄的 他觉得我做得不好 我就给我贴个红的 这个倒挺有情趣的 老师 还有这么个原因啊 你看那个第一个的话 煮个方便面很简单吧 但是他就是煮了好几次 怎么也煮不好 有一次我出差 把他在家里边煮方便面 死后不会还给我打电话 为我怎么煮 我说我都教过你了 你还不会吗 就到最后方便面 也没煮出来 不太可能 方便面谁煮都煮得出来 他要求高啊 他就让我煮成那种 就是里边是那种 就是那种 就是软软的那种鞋 磨一个蛋是吧 我就给煮烂了 那蛋是完整的和碎的 有什么区别吗 兄弟 主要是老师 他煮的就是跟干拌面一样 哎呀 怎么回来又说到吃上 我以为有什么 下面是不是 就这个家务啊 那你说我在家里边 家务哪像你干的 就是你觉得好不说我的了 你就说下班回家了拖个地 拖个地都得说我一顿 拖地怎么说呀 那嫌我没擦干净啊 我们俩都做那看见事 他叫我去擦地 我现在擦就擦吧 擦完了我就挺累的 腰也疼 我就坐那个沙发上 我先看我的电视吧 人家好 人家起来去检查去了 一会儿喊我了 我说干啥呀 他说你这地上有个脚印重擦 对 我平时教你擦地 是怎么跟你说的 让我从里往外擦呀 那我擦个脚印是正常啊 我听听 我听听 你怎么教他擦地的我听听 就是比如打个比方啊 前面这块你擦了 后边没擦 你就站在后边 他可能就是蹲在地上到处转 你就真按他说的不干 姑娘 那不擦怎么办啊 除了擦地之外呢 我们家连套垃圾袋就是都 也是有流程的 是不是这意思 对啊 你们家垃圾袋怎么套 我垃圾袋 我就觉得垃圾袋 放里面就行 他是觉得那得套好 然后我们家垃圾 垃圾都分 就是分两个桶 一个可回收 一个不可回收 这个倒是对的 上次就因为我把那个剩的菜底 倒错垃圾桶 给我磨叽了半个小时 给我磨叽那什么环境与自然 现在谁想跟谁分开 我实在受不了了 你想分啊 你母亲知道这事吗姑娘 还我妈呢 她直接人家跟我妈告状了 说我什么也不会 然后你母亲 然后我就是当时就心里挺郁闷的 然后我就下班的时候 给我妈打了个电话 结果我这边打过去 我还没等说话呢 我妈说 哎呀这小丫头最近挺厉害呀 还学上做饭了 摔了多些晚呢 买没买呀都 买没买全 花多少钱呢 然后就有点讽刺那个感觉 我妈还说什么 我养你这么大了 你都没给我做过 去给她做去了 然后我就感觉心里特别不得劲 特别别扭 我告状还到我妈那去了 然后我朋友就说 我说你瞅你这男朋友 又要求你这个要求你那个 还给你告状 然后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了 你为什么没事给人妈妈打电话 我这不平时跟她说 就是一些简单的家伙 我跟她说的时候 她老给我顶嘴 就是我想 这她妈妈 然后我跟她妈说一下 她妈说她可能会听 是这个 所以你现在觉得跟她在一起 确实没有味道了吧 生活过的 就是我这个性格 就是大咧咧的 不太注重那些 而且她就是想 什么都特别完美 我做不到那么完美 你要分手 嗯 你不愿意分 那肯定不能分啊 她那么笨 你为什么不分啊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吧 你说都 从她开始啥都不会 到现在 我教了这么多 都会点了 都趁个半成品了 我怎么能让别人去 对吧 都半成品了 那你爱她吗 爱 爱 爱她她煮不好 方便面就煮不好了呗 其实老师 我就是考虑的有点太多了 我主要是想着 我说将来结婚以后 一个家庭里边 就是包括婆媳关系啊 一些 反正就是一些小事 我就考虑到这些东西 你是希望说 她能够把这个家务 稍微地会一些 对 会一些就行了 基础的就行了 但是我看你的要求挺高的 姑娘想走 小伙想留 我们听听老师们怎么说 一起进入邱比特问卷 你知道 在你们的这个感情当中 我认为是 你太缺乏情趣了 就你做什么事情 都一板一眼 但实际上 你们两个人 谈的是感情 所以我特别希望 你能够柔和一点 你现在还年轻啊 可能随着你的年龄的增长 你会发现 两个人的这个恋爱当中 生活当中啊 其实相貌能力 都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我觉得一个女人 最大的优点 就是好相处 这个姑娘 其实她性格当中 有特别多 好的这种优点 但是你没有发现 你总是摆出自己 那个大男人的那个谱 对她有一些指指点点 可能你觉得 这是一种男子气 但实际上我觉得 反而让女孩子觉得 你这个男人 太不懂得女人的这种心理了 所以我就特别建议 你们两个人 在以后的这个恋爱当中啊 男孩子更多的柔和一点 然后不要老讲 那些道理的东西 当你为她 能够做出一些让步的时候 我相信这个姑娘 以后会发疯一样的 去学做菜 学做家务 因为我觉得这个姑娘 需要的是肯定 就这么简单 男孩本来挺优秀的 你知道尤其是会做饭 能做家务的男人 是很有魅力的 但是恰恰 就是因为你会这个 反正现在他要离开你 因为你会了 你也必须得让他会 你是他男朋友 未来可能是他的老公 但是你一定不是他爸 对不对 对 你如果摆出一副 父亲的样子 那他受不了的 因为他要找的是一个男朋友 有情趣 爱他 照顾他 甚至于你为他做饭 他会吃得很开心 你如果把他改变成一个 能下厨房做的一手 好菜的一个女人 也许他已经不是 那个你喜欢的那人了 至少他自己现在不喜欢 你们现在其实还没有 谈婚论嫁呢 你就要管着他 你要让他作为一个主妇 掌握家庭琐事的女人 的那个角色来要求他 太急了 所以他会很不开心的 我相信这个女孩还是 蛮单纯 而且非常爱你的 只不过是受不了你的折磨 其实你说的很多事情呢 如果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上 是对的 比如垃圾分类啊 比如说让他学会做饭 对不对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 所有的家庭模式的相处 都一定要是这样 比如我就不会 但活的还不错 不要把自己意愿强加于别人的身上 好吗 这样你们俩会很开心呢 我觉得你是也蛮不错的 他如果认识到这一点啊 你们俩在一起还是蛮幸福的 好吗 慢慢的其实你就会意识到 做饭有多重要 他只不过是一番好心 但是呢做错了 太着急了 没事你们俩啊 我跟他是有点像 也是一个无趣的人 我曾经也像你一样 天天骂我老婆笨 说你怎么这么笨 这个不会收拾 那个不会收拾 以至于换来后来 我们之间的口头禅 就是每当我说他笨 他就说我笨 你找我干嘛呢 我也曾经 无数次的发誓说 我下辈子一定要找一个 会收拾家务 干干净净 整整节节的女人做妻子 以至于我不至于 每次在外面 跑了通告之后 回到家里 还要去收拾凌乱的家务 但是现在看来 数年过去之后 他从一开始 一点家务都不会做到 现在可以做一手好菜 虽然现在 也还是不会收拾家务 虽然整个厨房做完之后 依然是乱七八糟的 但是他为我这种 刻板的生活当中 带来了太多的乐趣 我是属于家里的 哪怕是毛巾 被露 叠要叠成一个样子 但是我老婆完全相反 所以在初期磨合的时候 我也特别的烦恼 但是有的时候 经常他会把我逗乐 就是每次我通告 我回去说 哎呦我家里好干净啊 后来我才逐步的发现 东西都没洗 全部藏在角落里 但每当我这样 大发雷霆的时候 他就冲着你傻笑 你就哭笑不得 那索性就自己做吧 后来做着做着 他的饭还是我教的 但他现在做的 比我好得多 虽然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作为小白鼠 我已经试验了好多年 但是呢 我依然感觉 其实在这样教 与被教 心疼与被心疼 学与被学的过程当中 其实挺快乐 你们这样的性格 其实是一种极好的互补 就像我跟我老婆 也是极好的互补 如果没有她 我是个极没有 生活乐趣的人 相反有了她们这些 捣蛋的人 我们生活当中 鲜活了不少 一个女人只要她愿意学 不是说我就那么懒 我就不愿意干 或者有些女人 我最看不得的是 在外面花枝招展 在家里脏兮兮的 这我是不能忍受的 只要她愿意去学 就请耐心的去教她 至少你比她大四岁 尤其还不要去骂她笨 你越骂她笨 她就越笨 你不如手把手的去教她 她如果懂得心疼你 她就会好好的去学 除非她压根心里没有你 永远只看着你在做 她坐享其成 那这种女人 你也不用说她笨 离开她就好了 所以说其实在生活当中 你教她 她学你 是吧 你生气她逗你乐 不挺有意思的 对 你要换一个跟你一样 刻板一板一眼 甚至比你还会干家务的人 你哪里有这种乐趣呢 不要有那种所谓的优越感 会点东西 没什么了不起 你要是能把她教会了 而且教得她比你更牛 你这就叫牛 就是这样 我本人也特别无趣 我本人也特别无趣 跟无趣的人在一起生活 是付出大牺牲的 这个东西就要看你能不能付出 愿不愿意付出 因为跟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 你需要有更大的爱心 和更大的包容 生活里面不需要那么较真啊 对生活越较真的人 生活越会一团乱麻 因为生活里面有的事 没有什么对错呀 她妈那话说的对呀 在我们家的时候 什么都没让人干 怎么跑你那伺候你去了呢 但是翻回头又说 我们的孩子 现在生活能力是多差呀 基础的生活能力是多差呀 够爱就包容她好吗 够爱就多为她付出一些 你认为不该付出的 那部分的东西 好吗 剩下时间属于你们自己 一起进入柔顺拉方黄金60年 其实亲爱的 在一起快两年了吧 我刚才经过老师的一番话 我自己能觉得 我确实对你的要求 太过严格了一点 也太快了一点 是我不对 但是如果你站在我的角度 去考虑一下的话 我也是为了砸这个家好 你说我要是不爱你的话 我不可能对你要求这要求那 不过无论怎样说呢 还是希望咱俩能够好好的走下去 因为比你咱俩才两年 以后还有很多的失望在一起 所以说希望你能好好考虑一下 再跟我们之间 来 给我一次机会 我觉得我不想太早地 就进入到那种家庭主妇的生活 就是每天闲得太紧 真的很累 我希望 给我点时间好好考虑一下吧 好 时间到啊 好 时间到啊 谢谢两位 请回吧 谢谢你们 请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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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 唉 恋爱生活还没过够 就开始往生活的平淡里走了 来 请关门 今天在这个现场 女生会留下 还是离开呢 请开门 请开门 好的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见证 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光 各位请见证 亲爱的 以前是我不好 我跟你要求太严格了 刚才经过老师的一番话 我已经彻底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了 所以希望在以后的生活中 我们能够写数一直走下去 我会好好爱你的 那你以后还说我笨吗 不说了 就是你以后做大葱大蒜 我也说好吃 那你还要求我那么多吗 不要求了 发现身上的优点吧 好好带她好吗 好 请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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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这就印证了一句话嘛 只要有爱 咱们都行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 伊贝诗爱情保鲜器 胡老师天天劝的用户提问说 男朋友对我忽冷忽热 有时对我很好 有时总是骂我 也觉得他一点不关心我 也很少主动来找我 我应该坚持下去吗 类似于像我该怎么办 我该继续下去吗 我该原谅他吗 我该回头吗 类似于像这样的问题 恰恰证明 你们的情感已经难以为继 而且这样的问题 是最不好回答的 因为我不可能替你做决定 解决方法我们可以提供一些 但决定你要问自己 我们的节目信息 最后还是要感谢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